最近乌克兰反攻好像很有气势 不过我先在正好讲之前 我先跟大家插播一个未经证实的消息 刚刚因为我刚刚这个节目开录前 看到伊甸市的这个跑马灯 说俄罗斯发生政变 说这个连中国外交部都已经收到 俄罗斯方面的通知说俄罗斯发生政变 但是是不是真的发生政变 这个我们未经证实 但是普丁因为永远 这个不要讲永远 这样好像太带衰人家 到目前为止没有打过胜仗 所以在俄罗斯内部 的确是引起很大的反弹 不过最近乌克兰反击 真的是蛮厉害的 对我先从这个地图来开始讲 因为它顺序不行 这个现在传出来就是 伊九母已经被攻下 整件状况是这样 这是自由时报整理的部分 因为这是卢干斯克州 这是伊九母 这边是俄罗斯控制区 大家可以知道 俄罗斯长期把伊九母 设为这个前线指挥基地 伊九母得整个乌东得 伊九母尸整个乌东尸 现在最新的状况是说 这个乌军告解 在这个周末的时候 收复三千平方公里的尸土 关键就是在这个伊九母 这边被他打下来 那这个画面其实更清楚 这个伊九母 这个所谓大大小小的红点 就是所谓的作战点 你可以看到伊九母 这边有密密码码这种红点 就是最新的作战点 那如何把伊九母打下来呢 目前乌克兰军队是说 他们用一个叫做深东及西的战术 什么叫深东及西战术 过去当然我们关注乌克兰比较少 可是观众朋友 多不少应该还听到一些乌克兰战官 都集中在乌南 对 赫松这部分 结果呢 因为俄罗斯的军队 现在传出来已经死亡八万人了 八万人这个数字怎么传出来 不是乌克兰传出来的 是駭客进入到俄罗斯 偷了一份俄罗斯财政部的报告 这财政部报告是什么 因为死一个就要赔偿一个 所以这是精算过的 你要赔出多少份钱 八万多个人 跟乌克兰公布的数字是一模一样的 你死了八万多人的时候 他已经完全没有办法维持 那么长的战线 然后乌克兰呢 释出一个信息 所有兵力都往南掉 假装要在乌南反攻 所以俄罗斯在那边布了重军 结果呢 从乌北打过来 所以这是一个 这个就看 乌克兰特别说 用深东极限战术 先在南部吹起反攻号角 把俄军移到南部 实际上进攻东北部 让俄军处不及亏不成绩 好 当195被掉下打掉的时候呢 第一时间 大家是崩溃的 你看哦 这是俄罗斯 第一个是主持人 然后第二个是推特的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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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红 俄罗斯的主持人 在直播的时候 因为我们直播像 华哥这边有 卖耳机嘛 对不对 那导播会及时跟你讲 发生什么大事情 面色如土啊 第一时间发现 195掉下来 掉直接就说了 哎 观众可怕的事情 正在发生 我们来为此祈祷 这是一块 另外一个哦 这是俄罗斯极端民族主席者 乌克兰亲俄分裂势力的指挥官 直接在Teragram上说 因为还有43万名追随者 说 哎 乌克兰战争持续到 俄罗斯败北为之 我们已经输了 剩下只是时间的问题 所以第一时间听到 195掉下来的时候 整个俄罗斯是如上考彼